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等一下 下次我要看喔 會不會讓你更緊張啊 外國人要看喔 你還記不記得剛剛在後台 我要聽中文 剛才在後台我特別教你講的那一句話 打開來直接講那一句話就好了 他是說他的節目耶 我要看裡面啦 我不能直接講你的節目了 OK 好啦 教育文化節目獎 得獎的是 請聽海洋 該節目符合國情需求 將海洋科普知識 歷史因素 所形購的台灣海洋文化特質 用深入潛出的方式 傳播給社會大眾 讓人們了解政府和民間 在這個領域的努力 是個精心策劃的好節目 恭喜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傾聽海洋 呃 這個謝詞要背好久 背十年 我上次站在這裡的時候是十年前 接著我就開始背 謝詞背了十年 今天終於用到了 教育文化節目獎 是我心目當中的殿堂 真的非常榮幸能夠與這麼多優秀的廣播人 一起入圍 我覺得很感動 這是我的榮耀 非常感謝教育電台的長官 給我最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將這個海洋教育節目交給我 謝謝所有的海洋研究的學者 和愛護海洋的夥伴們 這個節目因為有你 因為有你們 這個節目才顯得重要 特別特別要感謝 海神館的特聘講座教授 顏洪陽教授 顏老師從這個節目開始的時候 就給我最有力的支持 他也是我私人的海洋知識的資料庫 真的很感謝他 謝謝詩人譚陽 年輕的詩人 他的吟詩和選海洋詩 讓節目有了靈魂 當然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 我親愛的家人 他們是我最安定的力量 因為有親愛的家人 所以讓我可以心無旁駛地做節目 雖然有的時候 有些建議聽起來有點討厭 但是他還是讓我做得更好 我真的很愛我的家人 最後 我知道我超時了 接下來的話最重要 我有一些話想說 台灣從來都不是太平洋上 孤單的罪兒小島 台灣從史前時代 我們的南島民族 就透過優異的航海能力 與世界連結 在世界活躍著 每個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人來到這片土地上 他們在海上 勇敢地跨越了未知 跨越了挑戰 並且繼續地前進 這樣的勇敢 成了這片土地上 所有人的血液裡面的DNA 我覺得這是海洋 送給我們這片土地的所有人 最珍貴的禮物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的祖先 曾經這麼勇敢 那麼 在這個變動的時代 我們會一樣勇敢 謝謝海洋 謝謝評審 謝謝我的好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